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还记得中文老师分享周深视频开头的话吗 他说分享周深的优秀之处已经变成了某种正确视频 视频中说共事了三个月 镜头拍不到的私下的周深是周深最吸引我的部分 他台上台下一样疯癫 一样能量很满 古灵精怪千变万化多姿多彩 尤其是在关乎音乐本质的讨论上 一样的坚持苛责和标准 周深是一个在技术面上几乎没有瑕疵和短板的歌手 凶声 混声 头声 一切所有的功能都开发的非常好 艺术面上周深可以驾驭的音乐风格 口吻演绎表达 表述超级无敌多 他像孙悟空一样有72遍 我没有见过谁比他更认真 对一首歌湿透和消化的精准程度 像周深这么高的艺人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他只要一开口就没有人会觉得累了 只会觉得何德何能 可以沐浴在这样的嗓音和音乐表达当中 只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面对周深只要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就不会在意工作和加班的辛苦 只是希望他好 面对这样一种宝藏一样的歌手 就觉得好爽呀 我今年知道周深没有办法来添字 是非常遗憾的 对于我们音乐组同仁和老师来讲 失去了很多做音乐的快乐 评论者对周深的一个诟病 就是说哎呀你应该写歌啊 你不应该老是唱OST啊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音乐分为这么几种产出形式 就是一个是专辑唱片EP 就是这些音乐完整表达 然后第二类就是OST 三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热歌抖歌推广歌曲 这一类音乐热歌抖歌和推广类歌曲 它其实也有它的生态链和它的市场 是给一个主流歌手选择的战场 就只有他自己的专辑和OST这两个选择 我一直都不觉得唱OST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或者我一直都不觉得唱OST 比做自己的专辑低在哪里 我不明白这件事儿 是因为自己的专辑是自己花钱做 然后OST是别人给钱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不那么光荣吗 或者是怎样 我不知道 因为今天的很多国内优秀的词曲作者和制作人 他在制作非常精良的OST 而且有无数的品质极高的大热金曲是出现在OST的这个序列里面 所以我不认为唱OST有什么问题 一人发专辑永远都想要把它弄得尽量好 尽量符合你的样子 关心则乱 出一张专辑你需要沉淀三年四年五年八年 专辑的这个沉淀期和你发OST的这个频率的对比之下 好像就显得一个人一直在唱OST 他的专辑一直在筹备 他关于他自己音乐上的理解认知收歌的这些工作一直在进行 那个好像频率更高一点 大家就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 歌手嘛 他最大的价值就是唱歌 就是有传播有热度的老百姓皆知相闻的歌曲 那从古到今不都是这么来的吗 那这个歌它是我专辑里的歌 它是我的个人单曲 还是它是一首OST 对于观众来讲 或者对于这个歌手来讲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还有一个对他的批评 常年就是说他得创作呀 一个歌手不能够叫什么 甘于当一个歌手 应该要去涉足更多创作的领域之类之类的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会创作的人就比纯唱歌的人高人一等了一样 唱作人以一种非常潇洒的姿态 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 是的 就是自己能写歌 自己又能唱 这是一件超级帅的事情 比如周杰伦 比如李永浩 这都是我非常敬仰的唱作人 可是唱歌和创作这两件事情是没有高低的 以前他在这个行业就是分工不同 一个歌手 他把自己的演唱水准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几十年如一日的可以唱的越来越精进和醇厚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修为和操守 他在这个事情上几十年如一日付出的努力 跟一个创作者一个幕后的词曲作者 在写歌这件事情上付出的耕耘 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没有差异的 没有高低的 什么时候开始写歌就比唱歌要高贵了呢 什么时候创作就比纯vocal要值钱了呢 这两件事情哪一个做到顶点 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 在整个华语乐坛 周深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周深虽然是年轻一辈的歌手 但是在他的身上并没有感受到浮躁 在打造歌曲的时候 周深一直秉持着认真的态度 他在拿到歌曲之后 会思考如何诠释 才能让观众更好地体会到 作品传递的感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周深有好的思路和想法 他会及时与著作人沟通 在周深看来 只有将歌曲打磨到极致 才能对得起可爱的粉丝 以及一路走来的刺激 周深就像是一个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的树苗 从小山村出来的孩子 凭借着对歌唱事业的热爱 经历无数的魔力之后 成为乐坛的顶尖强者 这不是小说当中的剧情 而是发生在周深身上的故事 人还是要有梦想的 如果当年周深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没有选择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 他可能会在其他领域 绽放自己的光芒 但他收获的满足感 与成就感一定不如现在 周深老师他其实对于情感的挖掘 非常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问了我们很多电影里的情节 他也非常投入 然后他是非常情感饱满的一个歌手 所以两期合作都非常愉快 然后我自己的意思很深 就是他在录音的时候非常赚 然后我跟他展的故事 他非常有兴趣 然后他在录制显示的时候 我一听的时候 我收到这个显示的时候 已经是在回家的路上 在听了手机,我都听哭了 我跟我们的助理说我太厉害了 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些没有的创作 比如说观众们可以去听听 温化里面有很多和声 是周深老师自己专家的 他有点像两人在对称的感觉 这个在我们创作的时候 是没有这种想法 但是他后来听到这首歌 听到这首故事 他觉得仿佛可以是 小白小青人在互相对称的感觉 所以他有很多和声在里面 然后里面我觉得 这太好了,这种合作方法太好了 他是在我们给到基础生 以后升华了 这是好的